台北市有男子在餐廳喝了整碗酒 整個人神志不清 看到一旁这个店家摆放了盆栽 竟然直接把枝杆折断 还把盆栽举起重甩 大清早一群人围在人行道边 有说有笑 不过仔细一看 蓝衣男子边说话 边把手放到一旁的盆栽上 先是拉拉植物 下一刻竟然用力把枝杆折断 力道太大 差点站不稳 没想到男子疑似恼收 竟然就对着盆栽出气 高高举起重甩落地 巨大声响也吓到经过的歧视 时机回到现场嫌犯 当时闲事在附近的餐厅 喝了整碗整个人神志不清 来到这边损毁盆栽 之后随即离开现场 因为监视机是我去钓的 那我们大概 我们三点以后这边有人 那是整理了一下 然后四点才去报案 可能是喝酒醉 然后又就是危损的行为 酒后情绪激动 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 植物也成了最倒霉的 受害者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市民大道武断 盆栽的质感断裂盆子也破裂 店家看到后傻眼 随即报警处理 不过嫌犯辩称自己当天 和断片完全没有印象 直到看到监视器才承认罪行 警讯后千万瑜受回损罪嫌 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因为喝醉一时手痒 随便碰触回损店家盆栽 却忘了举头三尺有监视器 落得要上法院的下场 恐怕也让他始料未及 接着王玉军陈佳明 台北采访报道